柯文哲涉入了金華城案件 遭到激壓禁見了 那現在包括了錢 市長辦公室主任蔡壁如 還有柯文哲的妻子陳佩奇 都被約談了 但民眾黨的前中央委員 張藝善就問到說 為何時任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長 黃珊珊沒有被約談 他指出黃珊珊不只 身處金華城案件之中 在2023年的這段期間 擔任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時候 他的總帳禁總的帳目 也都沒有說清楚 不是很奇怪嗎 黃珊珊就如蔡壁如所批評的一樣 他身為律師懂得躲避法律 所以現在陳佩奇已經被約詢兩次 蔡壁如昨天也被約詢 就只剩下黃珊珊還沒有被約詢 而黃珊珊在金華城上面的角色 甚至比蔡壁如跟陳佩奇都來得高 包含他在擔任副市長期間 他跟議員吃過三場的便當會 另外就是所謂的金華城相關人士 也跟他做過相關的拜會 所以他等於是身陷期間 另外就是在2023年他擔任競選總幹事期間 包含整個競選總部帳的部分 他現在還沒有說明清楚 包含是不是有假發票來扶爆這個相關的支出 包含有沒有假人頭來做所謂的政治捐款 包含還有沒有用所謂的黨工 以人頭的方式來報這個薪資 這個部分他身為總幹事 而且是身為柯文哲核心團隊裡面 唯一懂得大型選戰的一個人士 他竟然都還沒有被約詢 而且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所謂的端木正跟李文忠 這個部分不是一個負責任政治人物的說法 所以黃珊珊雖然你可以躲過法律上面的一個追究 但是你是不是應該負起相關的政治責任 柯文哲的案件牽扯出很多東西 我們先看到的是民眾黨主席 涉及金華城案件現在是收押禁見 那法院昨天裁准了扣押金華城土地裁定書也畫出來了 審慶金呢在於犯罪嫌疑人柯文哲完成上述違背職務的行為 也就是說把560%擴增到了840%的容積樓地板面積交付了1500萬元 予以犯罪嫌疑人柯文哲收了之後呢 作為部分的賄賂 好 這些是內容部分 那大家還記得嗎 當初獨家爆料的記者馬玉文 就是旁邊這一位呢 他表示說自己當初的報導 L不是子虛烏有的 也不是造謠抹黑 那如今潮水退了 誰沒有穿褲子 大家都很清楚 一槍斃命的證據已經被北檢掌握了 不過雖然報導可能是真的 但是大家更想知道的是 馬玉文怎麼這麼厲害 可以第一手知道偵查的消息 不是說偵查不公開嗎 那你的消息來源到底怎麼來的呢 這恐怕才是大家更想知道的事情 再來看到金華城的這些事件 台北市議員簡淑培就指出了 法院裁定書呢 明確地寫出科文則就是收賄 那民眾黨難道說法院的裁定書 也是科幻小說在寫嗎 簡淑培也指出了裁定書裡面的 輕輕白白的寫出來 審慶金命犯罪嫌疑人朱雅虎領銜的七名威精的高階主管 每人是新台幣30萬元 七三二十一共計210萬元 賄入了犯罪嫌疑人科文則指定的台灣民眾黨政治現金專戶裡頭 審慶金交付了1500萬元 給予了犯罪嫌疑人科文則之後呢 作為部分的賄賂 那簡淑培也表示這份的裁定書呢 明確地指出七個人 210萬元就是金華城案件的前金 前面的金額 而科文則明知道違法 卻還是質疑的幫金華城 擴增容積達到了840% 之後再拿了審慶金1500萬元作為部分賄賂 到目前為止 法院的裁定書揭入的內容 已經重重打臉民眾黨了 那每一次的集會也成了挺污大會 民眾黨確定還要再把這頭土埋上去嗎 請勒小草相信阿伯無罪嗎 好 喘口氣喔 第三個NS我們來聊到 科文則涉及的金華城案件呢 在法院昨天裁定扣押金華城土地之後呢 民進黨的臺北市議員簡淑培 今天發文明確地指出 裁定書上面已經明確地寫著 科文則就是有賄賂 民眾黨難道要說 這個裁定書也是在寫科幻小說 卻被網友眼尖的網友發現了 他把裁定書好像部分刪掉了 不少網友留言想要了解鎖定這部分 民眾黨立法院的黨團主任 陳志涵就回嗆了 簡淑培現在是在毀憲亂證擴權違法 像台北市政府取得不應取得的司法 卷宗還亂公開 已經違反了偵查部公開原則 而且還把檢方懷疑的犯罪事實 希望查扣金華城的說明 說成了是法院認定的 科文則收賄裁定書 這是不同的事喔 這到底是法盲還是文盲 那恭喜北檢呢 繼續的檢馬檢後呢 豬隊友現在還要再加一了 民眾黨今天下午呢 召開了中平會 針對了前秘書長謝立功 主張的主席科文則 涉入金華城弊案 應該要認罪的協商中平會 做一個討論懲處 但是謝立功卻認為 檢舉的內容是不實的 拒絕前往說明 那前立委陳婉惠 也因為遭到了檢舉 前往了中平會說明 認為黨員本來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只要誤會釐清都是好事 那民眾黨中平會的主委 李偉華則表示呢 有收到了謝立功的書面資料說明 對於黨主席科文則 現在請假三個月自請調查 稱目前的調查都還在進行當中 不予設立立場的評論 我想這個中平會當然就是 處理黨員的之間的一些 就是投訴的事情 那可能針對我前陣子 有一些發言 那有些黨員可能有一些誤解 那我想今天也謝謝中平會 給我一個機會來做相關的一個說明這樣子 因為我想這個內容有可能就是 我在媒體上的發言 那可能媒體只用了其中一段 那也讓黨員有一些誤會這樣子 那你就是針對這個檢舉 會不會覺得說那現在改革派的聲音 會被打壓嗎 有這種改革嗎 那也不會 因為他中平會本來就是一個開放 就是給黨員就是有相關的這個意見啊 或是不同的看法 都可以到這邊來做一個投訴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 現在是黨內是算非常時期 就是說團結還是很重要這樣子 但有機會來做一個釐清 因為我想都是好的 我們照程序 這個我們有人檢舉的話 我們根據我們根據檢舉的內容 那我們覺得有立案的必要 那最主要謝立功 謝立功先生他今天沒來 但是他有書面的資料 有承到我們中平會來 因為主席請假三個月自請調查 我們已經有立案了 那這個目前還在調查中 那可能這個會議會有討論 但是不會還在 我據我了解還是在調查中 是在等主席要不要看告這件事情 沒有因為調查還是需要時間 我們承辦的主席的中平委 還是會根據各方的資料 和他手邊調查的資料來做 目前據我了解還在調查中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bor海順 old액 天下 存以 中火 行動 除助 好好